杂货轮新发号在桃园外海失联海巡署协助搜寻中 记者林昭章翻设分享 杂货轮新发号前天下午二时许载着白黛鱼从台北港出发 打算先到马祖再转往大陆平坛 到了晚间七时时新发号到桃园外海处时 由于发动机故障加上风浪太大 台湾籍蔡信船长77岁因此回报港区 决定返回台北港 冤定昨晚十一时会抵达台北港 不料却就此失联 台北港区人员发掘不对劲 船长家人也交集向海巡署报案 海巡署阳总局立即派出船舰前往救援 郭搜中心也派出直升机前往失踪海域搜寻 新发号除了蔡信船长外与四名船员外 还有一名印尼急于公共六人 直到目前为止 人船都不见踪影 也处于失联状态 杨总局与国搜中心不断陆续派出舰艇与直升机 扩大区域搜索中 杂货轮新发号在桃园外海失联 海巡署协助搜寻中 记者灵昭张翻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